有一天院里的猪和你说 他们是有着高等智慧的猪心人 早已经收集起了人类的信息 马上大举入侵地球 你会怎么办 临近过年了 我准备杀一头猪 做成那肉 二话不说 超级家伙就去院子里选猪 我选猪的老规矩是 挑最胖的那个 我盯着院子里最角落里的那只最肥的猪 当我急着到走过去的时候 那只猪猛然抬头盯着我 直接开口说话了 哈喽 哥们儿 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倾向 你你你 你是什么玩意儿 为什么会说话呀点 肥猪说是这样的 我是一名来自猪猪的猪 我们猪猪猪拥有你们 已知宇宙最繁荣的文明 对于宇宙的探索程度 达到了你们所说的三级文明 也就是星系文明 是这样的 我们的星球为了发展 需要不断的扩张 我这次出现在这里呢 也是因为要先探索 这个星球的文明和底细 现在我的探索任务 进行的差不多了 初步认定 你们的星球资源丰富 十分适合我们在此进行扩张 我直接蒙了呀 什么 你一只猪还想侵略我们 你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给宰了 肥猪不慌不忙的说 你干掉了我 也没用 进攻的讯息 已经发送到我们总部了 此时搭载800米口径 恒星炮的飞船 正向地球死来 老实说 我都吓傻了 联盟求饶 猪大哥可以放过地球嘛 我好歹养了你这么久啊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肥猪笑了 怎么的 还有我感谢你这一年 给我吃这么多烧水是吧 兄弟们 观众顺利会怎么做